来看到前中研院长翁启慧在2017年因为号顶案被监院弹劾 法院以及工程会也都认定他财产申报不实 经过了翁启慧的陈勤后 监院司法和预政委员会最新通过的第三版调查报告 逆转认定翁启慧没有财产申报不实 也没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翻案过去的弹劾 而且创下了一案三查的记录 让前总统马英九痛批不可思议 2017年参与弹劾的监察委员也直言 如此一来会伤害监院的公信力 前中研院长翁启慧在2017年因为号顶内线交易案 遭到监察院弹劾 现在监察院的第三版报告却推翻第一版的弹劾版本 监察院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不可思议 会严重的伤害监察院的公信力 而翁启慧因为号顶案被起诉 监察院在2017年的第一版报告通过弹劾 后续司法判决虽然无罪 但财产申报不实 工程会在2019年也判申戒 而监察院最新的第三版直接推翻第一版 认定没有财产申报不实形成一案三查 让当时参与弹劾的监委也看不下去 申戒法院的判决是有继判力的 那后来当事人有去提再审 那再审也一案败诉 监察院的意志也是有延续性的 除非你有新市政 但是这一部分实际目前看起来是完全没有 前监察委员也担心会因此开了先例 何况未来我想也不应该有 因为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可以推翻法院的继判力 那将来所有的案子 那法院说了也不算 那到底谁说了才算 让在野党立委痛批 监察院根本是因人涉事 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为民进党擦肢摸粉的监察院 已经经过法院认定它是无罪的 那监察院如果谈论它 那是不是很奇怪 那当然它要反驳 为自己的清白去做一些辩驳 监察院属独立机关 但翁琪会案一案三查 也让社会舆论多了杂音 记者复杉旅台北参议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